大家好,我是威斯利 這邊我要為大家介紹 ASP.NET 物件導航設計 預言運算值重載的操作 那運算值重載主要是指說 我們可以將 C-Sharp 原有的運算值 也就是加減乘除等等這些運算值符號 那除了根據它預先定義的功能 我們可以直接將它使用在運算式外 那也可以將它們重新的再定義 運用與我們制定的型別這樣的一個操作方式 那運算值重載這個機制呢 它允許我們能夠定義在 C-Sharp 裡面的這些 內建型別的相關功能外 那還能夠擴充運算值它原先的功能 所以說運算值重載呢 它是一種能夠重新定義 運算值功能的這樣一個技術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相關範例 首先可以看到在畫面上面有一個 顯示結果的包含功能項 當我們aclick之後呢 它會產生出 那像這樣子長方形面積的計算結果 那我們這邊 會先建立一個物件 也就是這個長方形 它這個物件 那我們這個物件呢 提供一個方法就是把這個 100跟50做相乘之後呢 會得到這個5000 最後我們再套用這個我們 重載了這個 加加的這個運算值呢 然後我們把這5000做加加的動作 那各位可以發現 因為在系統我們以前在操作 加加這個運算值呢 它應該是累加1 所以結果應該要是變成5001 但是呢 它這邊卻加了10 那因為我們把這個加加的運算值 經過我們重載之後呢 賦予它新的功能 所以它新的功能就是把這個 數值一次給它累加10 所以就看到像這樣子一個操作結果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相關 跟程式碼的部分 我們開啟V60的表面引擎器 那我們在這次操作的CS程式檔呢 有提供相關的說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程式碼部分 我們在下面這邊有宣告了一個類別 那這個類別裡面有放置這些成員的部分 好,我們先看上面 我們在這邊有宣告了兩個變數 然後還有一個欄位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有兩個方法 那第一個這個方法 GET AREA這個方法呢 它會把傳進來的這兩個X跟Y的參數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是定義它是物體的寬度跟長度 那我們把它做相乘之後呢 指派給上面這個物體面積的欄位 那下面這個方法呢 它會去把這個欄位的值呢 把它累加10 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下面這邊還有另外一個靜態方法 那這個靜態方法呢 它的傳回值就是我們所宣告的這個類別 這個資料行別 那我們可以看到 那我們這邊使用operator這關鍵字 後面再加上這個一元的運算值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針對這個一元運算值來進行重載 所以說當我們在操作這個物件 這個類別產生出來的物件的時候呢 那我們如果這時候來使用這個一元運算值的話 它就會執行到下列我們所宣告的這個方法 OK那這個方法等一下我們再來看有什麼內容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它的參數部分呢 傳進來的就是跟我們類別的這個宣告類別參數是一樣的 那這個資料形態產生出來這個參數 那我們把它傳進來 那我們這邊又重新的把我們所宣告這個類別呢 把它實體化成為物件 然後最後我們把傳進來這個參數直接指派給我們產生出來這個物件 那這樣的話它們兩邊就會形成所謂的參考關係 最後我們再針對我們所剛才所建立起來這個物件呢 我們去執行它的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的話它就會去把上面這個欄位置去做累加死這樣一個動作 那最後我們把這個物件呢整個把它return傳回去 OK那這樣就完成了這個CS程式檔的相關的工作了 好了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ASPX的CS程式檔做什麼事 好我們開啟之後呢一樣再來看一下我們的ASP的頁面內囉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往下看 我們在這邊把我們剛才所宣告的這個類別呢 把它做實體化成為物件的動作 所以產生出來這個物件 那接下來我們針對這個物件呢 來執行它的getarea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呢它會去把傳進去這兩個參數 去做相乘然後再把它傳回來 所以我們這邊印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變成這個5000的這個結果 這樣子 那繼續往下看 我們在下面這邊物件 可以看到我們使用了這個++的這個一元運算值 OK那我們執行了之後呢 這時候我們重新再去把這個物件裡面的area這個值面界值再把它印出來 那這個的話它是操作欄位的部分 可以看到上面就是欄位下面是欄位 那這個欄位我們設成公開的 那可以看到它這邊就變成5010了 那是因為我們把那個++的值呢 我們重新去定義它的一個我們要制定的操作的這個功能 所以說當它++就不是它原來的系統所提供的累加1而已 它這一次的++呢就會變成一次加10 那這個部分呢相信各位剛才已經有看到就是這個方法所提供出來的 好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們透過這樣的操作呢 這樣的操作它的這個++ 那它只會針對在這個物件這個範圍套用而已 它並不會影響到我們系統本身的那個++ 因為我們你假如說你離開不是在這個物件的範圍裡面操作++的話呢 那它還是會使用它原先的只是累加1這樣的一個功能 它並不會因為我們後來去套用這個 可以看到我們去把它做這個重載之後 一元運算值重載之後這功能 整個系統還是不會使用我們後來套用這功能 那這個我們把它重載後的這個一元運算值這個套用的範圍呢 只會存在我們這個物件使用的這個範圍裡面 OK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這個範例呢 把原先我們提供就是假如你是一個整數的話 我們只派5那你如果使用++的這個一元運算值的話 它基本上它只會增加6 那因為我們現在把這個++重新重載賦予它新的這個型態跟功能之後呢 那現在的++會變成10 那當然這是套用到我們目前這個物件裡面 也就是這個類別所產生出來的實體物件 好的 那我們這邊就針對這個一元運算值重載做相關的說明 那就介紹到此謝謝 謝謝